还记得上次买了迷衣小厨具 大家都喜欢看我用这个做饭 刚好最近不是中秋嘛 就来一句吃来的中秋快乐 给你们用这个小厨具 做一个冰皮月饼 看看到底能不能成功 外面的冰皮 我用了冰皮浴拌粉 只要加水和成面团就可以了 再做里面的蛋黄馅 加入鸡蛋白糖纯牛奶 这些小厨具真可爱呀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小麦淀粉 也就是炖粉 最少不了的蛋黄 把它碾碎成蛋黄碎 这可以根据你的情况 多加几颗 迷你小电磁炉 先把开关打开 放上我们的小锅 火开得太大 成绩在你了快 说明书上说 刚开始做饭 可能有点塑料味和异味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是第一次做满 这个锅和炉子真的是很烫 所以说大家如果用 真的要小心 下面电磁炉上的小瓶一直在闪 其实现实中我看是不闪的 可能是因为拍摄的原因 所以它一直在闪 这个都是我往上搜来的教程 只有想做什么 你去搜一搜 拿这个最小锅 把我们的面团按边 再加入喜欢的粉分 我就加这个草莓粉分吧 揉搓均匀 就可以变成一个小粉团子 用的这种现成的玉拌粉 做的小皮还挺好吃的 不用蒸也不用煮 再加入我们的蛋黄馅 包成一个团团 里面的馅料不要包太多 视频中的这个博主是错误的示范 包成一个团子 刚好可以放入我们的月饼模具就可以 里面有三种片片 我们就用这个符字的 为了防止它粘 所以我们可以在模具里加入面粉 在团子上也稍微加一点点面粉 挤压 成型 怎么从粉色变成白色了 因为我刚刚那个馅料加太多 它就炸掉了 第一次做冰皮月饼做了四个不同的颜色 感觉还不错吧 展示 这个外面的皮皮真的超级好吃 但是不能吃太多混腻的 学起来下个中秋 一起给家人做月饼吧 拜拜